接下来应该是谁在出来做表演呢 第二位达人叫王广乐 好 来我们掌声有请 有请王先生 大家好 我是王广乐来自石家庄 大家看我酷吗 其实啊 我的胆啊特别小 从小啊 伙伴们就喜欢看战争片 我就怕那个血腥的场面 不敢看那个 你猜我喜欢看吗呀 我就喜欢看戏 既然我这么喜欢唱戏 大家知道我是学什么行当的吗 我是学轻衣的 我为什么喜欢轻衣呢 就是因为轻衣的服装特别的美丽 特别的华丽 头饰也特别的好看 我呀 搬过工厂 就是因为这个唱戏啊 天天往外头跑 厂子也顾不着打理了 时间长了 厂子黄了 因为这个妻子也给闹意见 我这一辈子最大的愿望 就是能够到天桥剧场 去唱上一回 再出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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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你是我们的地名 我这一辈子最大的愿望 我这一辈子最大的愿望 只看着是要看 只看他们正于是不把 看着我看 快不得平王 说他不会赢那段 就被他贪了了 一十八年 尝到船 我若是 那儿是 看他翻过 就剩一个鸡鸡 谁把心弯面 爱 爱 爱 啊 哎呀 星呀 蜜蜜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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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唱得不错 我们来听一下 我们的专家们是怎么讲的 施先生 这段唱得非常好听 因为这地方戏 我实在是不懂 不好评论 但是我觉得这个演员 很执着 你看演出前 做了认真的准备 从这个化妆服装 各方面下了很大的功夫 很佩服他 谢谢 谢谢您客气了 老先生很谦虚 说通 最后用声唱了 其实对河俄北班子 我也不太懂 但是我觉得 来 换评审 任何艺术形式 都有相通的地方 任何艺术形式 特别是唱的方面的话 不仅要用嗓子 还要用情感 我刚才了解到他 以前是当老板 后来又喜欢戏曲 几乎放弃了自己的 这种以前的生活 这种吃 这种投入 在舞台上 刚才已经完全表达出来了 虽然是一段 很短的一个表演 但是他那种完全的投入 不太像有些专业演员那样 有时候会把它做一个任务 或者说作为一个艺术品 他是把自己作为一个 生命的演唱的一种方式来唱 这点来说的话 还是让我挺感动的 谢谢 好 请那位老师来简听一下 这个唱的 那咱不说了 那德纲你是专业啊 这个 就是你别老低头行吗 从表演讲的来说戏曲啊 这个 我建议前后移动起来 可能会增加一些感觉 别站一个阵死唱 然后呢别老低头就行了 别的没什么 对 你为什么老低头啊 由于时间长了 有点缺氧啊 大超 但是背两气罐上来唱 天也太厉害了 好 这个 没想之后很难受 不容易 这个抬上一分钟 抬下十年功 不容易